各位朋友大家好 本期是温哥华房地产585期 想讲为什么房地产是普通人最稳妥的投资 这里有10点原因 原因之一 大温房地产属于一项稳定投资 适合懒人投资 无论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 时间足够久 赚钱效应明显 温哥华西区的房子为例 70年代20万买的房子 如今500万打底的比比皆是我的一个教授朋友 年轻时花费20万购置的温西别墅 去年600万卖掉别墅 搬去维多利亚公寓养老去了 原因之二 大温房地产有报复的案例 提起这一点 大温通过房地产实现报复的案例数不胜数 我的客户A先生 就是其中一位 三年前买入栏里的大地旧房 如今已经增长4倍 得益于土地规划成了高层公寓用地 类似的报复机会很多很多 每年都在上演 原因之三 万一需要急用钱 房地产可以抵押再融资 我的客户李先生 十年前70万购买的别墅 如今已经市值200万 打算给孩子在大学附近购买一套公寓 于是把自己的房子再按揭 取出80万买了一套大学公寓 原因之四 房地产可以用来养老 年轻时候购置一套房产 房地产升值带来的财富积累 完全可以用于支付退休后的生活开销 享受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 以养天年 我的客户林先生 目前拥有五套房产 市值超过千万加币 波托的人生赢家 根本不担心养老的问题 原因之五 房地产是零存整取的储蓄 把房地产看作是零存整取的储蓄 也是很贴切的 如果银行利息是5% 房地产年平均涨幅8% 您在还贷款利息的时候 就相当于赚取了3% 这等于说银行借给你钱 而且给了你3%的利息 难得的好事 原因之六 房地产是财富的有效载体 房地产有居住功能 同时也是家庭财富的有效载体 以股票论身价 起伏太大 以虚拟币论身价 更不靠谱 以现金论身价 贬值功能明显 以房地产的价值论身价 靠谱 我的客户M先生 温西六套房 总市值超过3000万加币 财富累计可谓高净值人士 原因之七 房地产的被动收入 好于工作收入 房地产的租金是被动收入 现在政府鼓励自住房 设立出租单位 用于出租获利 出租房的被动式收入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 有效收入补充 我的老朋友弟先生 拥有出租楼一栋 共计50出租单位 年租金毛收入90万 净收入30万 早已经不再上班 积极参加各类社团活动 享受人生 原因之八 房地产可以做大做强 列志文的老朋友F先生 把50几套房产买在公司名下 目前公司又下设一个物业维护公司 生意风生水起 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1亿加币 而且正在继续滚动发展中 原因之九 房地产可以增强男人的底气 足话说 钱是男人的胆 一个男人 没有一套房子 婚姻的稳定性受到冲击 做起事情 往往缩手缩脚 很难有成就 相反 那些拥有多套房产的朋友 反而越发拥有自信 原因之时 房地产是子女的婚姻基础 现在的年轻人 以爱情为基础的大有人在 但更多的人是更讲究物质层面的东西 没有一套房子 男孩除非优秀 否则找到好女孩的概率要低 那是新年轻人 以颖懂的 要联系 然后给你 再查一下 一起联系